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是Servian 我是太平山餐廳的行政總廚 本身紅豬店已過了100年歷史 又是政府的二級文物 裡面的古蹟裝飾品是由海外和上海找回來的 在天氣好時很多客人都喜歡坐外面 因為外面的環境可以看到外面南中國海的景色 外面的花花草草都很漂亮 因為我們有專人的園藝師去打理 為何我們餐廳裡面會有這麼多種類的菜式 因為我們本身太平山廳是一個旅遊景點 所以希望不同的遊客來到 可以品嘗到不同國家的菜式 有些菜式其實很多年以來都會在這間餐廳 餐館裡面都有 怎麼這麼說 我們本身的印度和泰國菜都是我們的色列牆 都是找泰國廚師和印度廚師去負責 但是我們都會不斷有個時間跟他們溝通 怎樣去做菜式 都要給我們知道 我們都會測試和試味 如果你說喜歡的菜式 不如這麼說 好像在餐牌裡面 剛才提到的咖喱大蝦 我自己很喜歡把咖喱大蝦跟一個印度的咖喱籃 點過來一起吃 泰式的黃咖喱蝦其實是古法製造的 它是來自泰國南部 我們跟泰廚都溝通過 它做出來的效果是帶甜椒 藍薑味比較重 裡面也會有泰國咖喱的香味 和椰奶的香味 坊間的可能會帶別的甜味更多 現在正在做的是印度烤餅 印度烤餅其實在我們餐廳有三個不同的味道 一個叫拼蚵 一個加力蚵 一個芝士蚵 它正在做的是拼蚵 即是原味 我做完拼蚵 放在自己自家製的器皿 再放入拼蚵裡面 放入拼蚵是黏在爐旁邊 在拼蚵旁邊 就會很快的拼蚵會膨脹 現在就成了一個印度拼蚵的形狀 這部分就結束了 拼蚵炒飯 當然在泰國菜來說 是一個很多人認識的菜式 但我們跟外面有什麼不同的分別呢 我們加了泰式的臘腸肉 外面會少些人 即是少些餐廳 會放泰式的臘腸肉 通常只是海鮮 加菠蘿 加雜菜 做一個炒飯 上面會放一些肉鬆 或者一些腰果 但我們為什麼會再加上泰式的臘腸肉呢 因為我們嘗試的效果出來 味道會更惹味 其實印度Vindarro 是一個很傳統的咖喱菜式 Vindarro其實在印度菜式來說 是一種最可以有很辣的咖喱 那那個辣的程度 是真的 如果你不能吃辣的話 是未必很多人接受到的 但我們餐廳 都分了三個級數 有微辣中辣大辣 其實Vindarro裡面的成份 通常都是放了一些芫荽 椒、小茴椒、薑、蒜頭 再加一些印度香料 做成一個咖喱的汁醬 另外會再分為一個茄醬 再撞在一起做一個Vindarro 那個茄醬 都是自己印度人 拿一些新鮮花茄和香料 再加一些茄膏做成一個茄醬 如果是完全一個正統的Vindarro 是不會放茄醬 但因為我們要符合香港人口味 我們會加一些茄醬 令它甜一點 讓辣味不太重 其實這個印度燒烤羊 這個Tandori燒羊 跟坊間有什麼分別呢 坊間其實很多印度燒羊 它都是一個羊架 即是Lam Choc 這樣燒的 用羊小腿肉脂 回來 改好 將肥和筋不要之餘 將肉攪成麵子 然後再拿一些薄荷葉 芫荽籽 小茴籽 和印度的咖喱粉 混合了 醃製之後 裡面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羊腿上 我們會有些羊油 割了出來 是羊油 我們會另外分開 攪拌 再這樣攪拌 做一個比例 為什麼不可以一起做呢 如果一起做的話 比例是不會太好 我們發覺 要這樣分開做才會好些 比例做完之後 我們會放回燒烤針 會在燒烤針上面 放滿了之後 就會放進燒烤針 因為燒烤針 超過三百多度爐溫 然後燒它 大約五至十分鐘 然後把它拿出來 成為羊肉串 海鮮品本裡 我們有的海鮮是 有龍蝦 有蟹腳 有山蠔 有蝦 有蝦 還有蟹 來自的地方不同 有波士頓 有愛爾蘭 海鮮品本 可能有不同 aspects 但汁醬方面一定不同 因為汁醬是我們做比較傳統的汁醬 在海鮮品本所有汁醬都是我們自己調配 例如裡面有蘋果醋 有蘋果醋 如剛才說的蘋果 我們都是有些新鮮的蘋果 再加些乾蔥 做一個汁醬 有些水果的味道和酸的味道 一定可以帶出海鮮的鮮味 還有蘋果醬是我們自己調配的 可能現在外面會比較新派 會比較少做 我們都想做一些比較懷舊的 所以就做了這三份汁醬 首先Burger肉是我們給份量供應商 即是我們想牛肉和肥脂肪分配多少 給份量供應商做給我們 即是希望我們獨家擁有 那我執醬其實是由我們自己調配的 我們會自家先加了一個冰淇淋 然後我們再加些茄汁 塔巴士蠔 醬汁 酸青瓜 洋蔥 西芹 再調一個味道 去做這個Burger的醬食 這樣通過好像很麻煩 為何要堅持自己做這個汁醬 因為我們做餐飲 如果食物沒有那個堅持 很難可以令到人客再回來 即是我們覺得 首先一定要食物的堅持 我們才可以令到人客確認我們的質素 再回來我們餐廳再光顧 等我剛才說 為何這個Burger肉和Burger包 我們都要用自己的餐飲 給份量供應商做 希望做到一個漢武包 是在我們太平山山廳獨有的 香草醬意粉 香草醬意粉 這個就是一個異式的Pasta 我們會加了一個羅勒香草醬 羅勒香草醬 羅勒香草醬是由我們自家調味製的 裡面有些羅勒 有些派脫 芝士粉 還有一些腩油 蒜頭 打在一起 因為這個本身是一個 食素的人士 加了很多意粉的口感 差不多到達我們的要求之後 到最後我們會加一些羅勒醬 再加上芝士 混在一起之後 就成了我們這個Pasta 在表面再放一些燒香的松子仁 麵包布丁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甜品 我們的做法就是麵包 再蘸了牛油 麵包和牛油之後 一層層 每一層之間 我們會再加上提子乾 這層麵子乾 我們之前做一晚 是用水和巴蘭底 為什麼我們不加全巴蘭底 因為怕味道太重 麵包之間會有提子乾 做了大約八至九層的麵包 然後我們會加上奶和蛋的漿 然後倒進麵包裏面 有160度爐火 入烤爐大約35分鐘 這樣就焗成了這個麵包更好 很難忘的事 難忘的事其實 我們這間餐廳 這麼久以來 很多新人喜歡在這裡做婚禮 其中有些裏面 在做婚禮的時候 他們老的一輩 長輩都跟我們說 其實我們之前 都在你們這間餐廳吃過飯 所以如果現在對新人在這裡做婚禮 我們都覺得很開心 還有另外一些個案就是 會有些新人結完婚 好像兩三年或者三十年之後 帶小朋友來 又會跟我們說回 或者跟我們小朋友一起說 其實爸爸媽媽我們在這裡結過婚 所以說回給小朋友聽 還有一些新人會在這裡做結婚 回來吃飯 慶祝結婚週年 這些都令到我覺得 是所有的一個香港人的回憶 我覺得其實在這裡做事 我都覺得很榮幸 好